2016年4月15号 百歌时事为你总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不知道就是失职 针对巫统最高理事纳兹里指 纳吉很忙 签名不一定代表知道 EMDB行政细节的言论 中国报评论专栏 《惊天伟地》作者许国伟在文中指出 最高决策人不管是写知道了 或者写not 又或者在文件上签名 都代表着他知道这件事 且留下注记要负起责任 好比如过去皇帝在咒折上 劈写正知道了 现今老板在YS4电邮回应not 而已读不回或者是不读不回 又或者直接说我不知道 说白了他们就是失职 因此当首相纳吉签名的文件曝光之后 如果纳兹里的这番言论还说的过去的话 那简直是位高权重责任低的最佳代言人 且把人民想得太笨 虽然政客当然可以说不知道 但人民其实是知道了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阿德南的玄机 针对沙拉越周选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看见作者指出 这场周选不是国阵的舞台 而是阿德南的个人秀 看阿德南能否为奄奄一息的人连党妙手回春 争回一片天 让华人选票的回流 令图堡党大畅丰收 作者指出 作为国阵里众多盟党中的一员 图堡党和沙州首长阿德南 无需像西马的马华民政党一样 替人篱下沦为应生虫 成为巫统的附属品 所以当国阵中盟党揭税 只有沙州图堡党的阿德南独醒 他只需多说名话 多看名相 就可卸下沉重的巫统包袱 而赢得沙州选